10月30日,担任爱盲协会爱心大使的罗志祥出席了相关公益活动。 小初今天以爱心大使的身份带领盲人朋友到电影院听电影, 自己也特别戴上眼罩,体验看不见的感觉。 罗志祥,根据图像选出相对应的正确答案,好吗? 好,前往小处的地方,因为在进行问派引到的协助跟服务, 所以这一张是我们这个正常视野的,好,没有错,OK,正确, 所以呢,这首先是我们一般人眼中正常的事件,被接受考验, 最近刚去体检的小猪因为工作忙,饮食不正常,身体出了点小状况, 也让小猪意识到身体保健的重要。 不过让他最痛苦的就是医生叮咛小猪要借口, 爱吃的小猪无奈地说为了健康没有办法。 其实有点生气啊,很多喜欢吃东西都不能吃, 然后觉得不舒服。 哪些东西不能吃啊? 烧烤啊,然后呢? 然后,供丸,肉松。 即将发片的小猪表示专辑筹备的差不多了, 而最近酒令跳槽心东家,身为好朋友的他会不会受影响呢? 小猪表示做艺人最重要的是自己努力, 不论换不换东家,小猪都期许可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 至于换东家的问题,小猪还没有任何想法。 我觉得唱片公司的转变,我都不会改变到艺人本身该做的事情。 因为我觉得唱片公司转换只是一个形式,一个模式。 那真的要努力的还是靠自己本身。 那如果你今天换了唱片公司,换得再大, 里面的体系超强的,然后师兄师姐都超厉害的, 但是你自己不努力,不宣传,专辑还是不会卖。 所以我觉得不管到哪里,自己还是要努力比较重要。 谢谢大家。